《鱼雷》作品 我是鱼雷 我们继续来共同修学大佛顶首冷言经 先看原文 云河六报 阿难 一切众生六时造业 所招恶报从六根出 云河恶报从六根出 一者 剑报招引恶果 此剑业交则临终时 先剑猛火买十方戒 亡者神时非坠乘烟 入无间欲发明二相 一者明见 则能辨见种种恶物生无量味 二者暗见 既然不见生无量孔 如是剑火 烧厅能为货汤阳童 烧锡能为黑烟紫燕 烧味能为焦碗铁迷 烧处能为热灰炉炭 烧心能生星火蹦洒 山谷空界 二者 文报招引恶果 此文夜交则临终时 先剑波涛莫逆天地 亡者神时降诸乘流 入无间欲发明二相 一者开听 听种种闹精神鼓乱 二者必听 既无所闻 幽破沉默 如是文波 注文则能为则为节 注剑则能为雷 为吼 为恶毒气 注息则能为雨为物 洒猪毒虫 粥满身体 注味则能为浓为血 种种杂毁 注处则能为处为鬼 为屎为尿 注意则能为垫为薄 摧碎心婆 三者 绣报招引恶果 此绣夜交则临终时 先剑毒气冲涩远近 亡者神时从地涌出 入无间欲发明二相 一者通文 被诸恶气 熏极心扰 二者色闻 气眼不通 闷绝余地 如是秀气冲息 则能为质为吕 冲剑则能为火为巨 冲听则能为墨为腻 为阳为肺 冲味则能为随为爽 冲畜则能为战为烂 为大肉山 有百千眼无量弹石 冲丝则能为灰为章 为非沙利击碎身体 四者未报招引恶果 此未夜交则临终时 先见铁王猛言 智烈周富世界 王者神识下透挂网 道悬其头 入无间欲发明二相 一者西气 结成寒冰冻裂身肉 二者吐气 非为猛火焦烂骨髓 如是常味 立常则能为成为人 立剑则能为燃金石 立听则能为立冰刃 立西则能为大铁龙 弥附国土 立处则能为弓为剑 为弩为射 立丝则能为非热铁 从空雨下 武者触暴招引恶果 此处夜交则临终时 先见大山四面来河 无腹出路 王者神识见大铁城 火蛇火狗虎狼狮子 牛头狱阻马头罗刹 手指枪矛趋入城门 向无剑玉发明二相 一者何处何山逼体 骨肉血溃 二者黎处 刀剑畜身心肝图裂 如是何处 立处则能为道为官 为庭为案 立剑则能为烧为弱 立厅则能为状为姬 为字为舍 立西则能为阔为代 为考为父 立长则能为耕为前 为斩为节 立丝则能为罪为非 为奸为智 六者思暴招引恶果 此四叶交则临终时 先见恶风吹坏国土 亡者神时被吹上空 悬落乘风 堕无剑玉发明二相 一者不觉 迷疾则荒奔走不息 二者不迷 觉知则苦 无量煎烧 痛身难忍 如是邪思 劫思则能为方为所 劫见则能为贱为正 劫听则能为大和时 为冰为霜 为土为物 劫夕则能为大火车 火船火砍 劫长则能为大叫唤 为悔为气 劫处则能为大为小 为一日中万生万死 为眼为痒 阿难 是名地狱十因六果 皆是众生迷惘所造 若诸众生恶业原造 入阿比玉 受无量苦 经无量劫 六根各造 即彼所作 兼净兼根 世人则入八无剑玉 身口一三 作杀道淫 世人则入十八地狱 三叶不间中间 或唯一杀一道 世人则入三十六地狱 渐渐一根单饭一叶 世人则入一百八地狱 于世界中入同分地 妄想发生 非本来有 我们来看这一章 佛陀接着对阿难说 接下来 什么是地狱的六种果报呢 阿难 一切众生都是通过六十 在不断造作种种恶 而这些叶所感召的恶报 会通过六根表现出来 具体是什么样的恶报呢 这些恶报又是怎么样 从六根中表现出来的呢 第一 剑报招引恶果 也就是掩食招致的种种恶业 会在这位众生临近命中的时候 先看到熊熊烈火 遍布省各十方世界 而自己的神石 会飞身堕入这些烟火当中 到达无间地狱 在无间地狱中会有两种所见 分别叫明见和暗见 所谓明见 就是在无间地狱中 能够清楚看到种种凶恶的生物 心中会产生非常强烈的恐怖之心 所谓暗见 就是在无间地狱中 一点景象都看不见 在幽暗无比之中 心中产生无量恐惧 通过这种剑火 把这个众生的耳根 焚烧成为热锅里滚烫的铜汁 把他的鼻根 焚烧成为紫色火焰和黑色浓烟 把他的舌根 焚烧成为滚烫的铁丸和铁水 把他的身根 焚烧成为炙热的灰烬和炉中炭火 把这个众生的异根 焚烧成为四箭的火星 充满整个虚空 第二种 文报招引恶果 也就是耳石所招致的种种恶业 就会在这个众生临命中的时候 首先看到滚滚波涛 遍布整个石方 而自己神石会飞身 堕入这种激流之中 到达无间地狱 在无间地狱中 会有两种听锁 分别是开听和必听 开听就是在地狱中 清楚地听到各种吵吵嚷嚷声音 令自己精神烦恼不堪 所谓必听 是在无间地狱当中 什么声音都听不到 好像连自己的魂魄都消失了一样 通过这种听闻直播 作用到耳根 就会听到种种责问 劫难的声音 作用到眼根 就看到打雷 风吼 毒气等 作用到鼻根 就表现成为大雨和浓雾 同时挥洒下种种毒虫 充满自己身体 作用到舌根 就成为浓血 杂烩等种种表现 作用到身根 就成为畜生 鬼怪 大小二变 作用到一根 就表现为闪电 冰雹等震人心魄 第三种 是秀报 招眼的恶果 就是在彼时造作的恶业作用下 这个众生 在临近命中的时候 首先看到有毒之气 充满一切所在 而自己的神识 会从地面涌出 进入无间地狱 在无间地狱中 会出现两种情况 通文和色文 所谓通文 就是被这些有毒之气 熏倒在地 心中极为烦恼 所谓色文 就是完全被封闭气息 闷觉到地 在这种能够嗅到的毒气当中 冲击到鼻根 就表现为堂上受审 受刑 被审判 当冲击到眼根 就表现为火焰火炬 冲击到耳根 表现为汪洋滚汤 冲击到舌根 表现为臭鱼烂味 冲击到身根 表现为破损糜烂 身体成为一堆肉衫 上面有百千只眼 无数的口在扎实自身 冲击到一根 表现为灰烬瘴气 表现为飞沙撞击身体 成为碎末 第四种是未爆招隐的恶果 就是在蛇石招致的恶业作用下 此众生临近命中的时候 会先看见铁网猛火 非常炙热 覆盖了整个十方世界 而自己的神石 则穿过铁网中的空隙 倒悬在铁网之上 从而自己进入无间地狱 而在地狱当中会出现两种景象 吸气和吐气 所谓吸气就会结成冰冷寒冰 令自己全身冻裂 所谓吐气就是出现飞空猛火 而后被焚烧直到骨髓化为灰烬 在这种滋味作用下 作用在蛇根就表现为受罪刀寡之行 作用在眼根就表现为 金石都可以燃烧的猛火 作用在耳根就表现为锋利刀刃 作用于鼻根就会表现为大铁笼 覆盖整个世界 作用在身根就表现为弓箭强弩 作用在翼根就表现成为 从空中飞天而下的铁语 第五种是触暴招引的恶果 就是在神石招之的恶业作用下 此众生临近命中 首先看到从四面拥挤过来的大山 最终碰撞在一起 而自己绝没有逃离的机会 然后神石会看到一个大铁城 自己被火蛇 火狗 虎狼狮子 以及牛头马面 拿着枪毛洞种种兵器 驱赶着自己进入大铁城当中 进入无间地狱 在无间地狱中有两种景象 河处和离处 所谓河处就是两山相合 挤压自己身体 成为崩溃的碎骨烂肉 所谓离处 就是被那些刀剑施加到自己身体上 自己被砍剁成碎块 在这种身根触觉的作用下 作用到身根就表现为自己出现在道路上 大厅中 挤岸上 作用到眼根就表现成为自己被烧烤 被烹煮 作用在耳根 表现为自己被撞击 被割瓜 被抛射 作用在鼻根 表现为自己被捆绑 被收压 作用到舌根表现为自己被根 被离 被斩 被切 作用到一根 表现为自己被抛飞 被扔下 被煎 被烤 第六种 是私暴招引的恶果 在一石根的恶业作用下 这个众生临近命中 首先看到狂猛大风 会吹坏整个世界 而自己的神石会被风刮上天空 然后翻滚地落下来 堕入无间地狱 在无间地狱当中会出现两种景象 不觉和不迷 所谓不觉 就是他什么都不知道 非常慌乱 四处奔走不息 不迷 是他知道自己到了无间地狱 知道遭受的种种痛苦 所以更加痛苦煎熬 难忍难受 在这种一石根的恶业作用下 作用到一石根 会表现成为种种不同的地方场所 作用到眼根 就表现为能够参照 和作证的种种事物 作用到耳根 就表现为相互积压的大石头 冰块 寒霜 尘土 浓雾 作用到鼻根 就表现为燃烧者的车船或栏杆 作用到蛇根 就表现成为大声喊叫 和悔恨的哭泣 作用到身根 就表现成为大小不定变化 而且会在一天时间里无数次死亡 有无数次火转 或仰面朝天 或俯身向地 阿难 刚才讲述的 就是所谓的地狱 十种阴和六种果 所有的一切都是众生自己在迷乱错误当中虚妄造作出来的 如果众生造作了非常难堪的所有类别的恶业 自然通过恶业感召进入阿比地狱 在无量节时间里遭受无量痛苦 如果这个众生通过六根分别造作的恶业 同时兼顾了根门和沉静 那么他自然感召进入八无间地狱 如果他通过身口意造作了沙道岩恶业 自然感召进入十八地狱 如果这个众生并没有同时造作沙道岩三叶 而是犯了其中两条 此人会自动感召进入三十六地狱 如果此众生仅仅只是造作了沙道岩当中的其中一条 那么自然感召进入一百零八地狱 阿难 由此可以知道 因为众生各自造作恶业的实际情况的差异 在这个世界当中 会根据恶业程度的吻合 感召到同样的地方和场所 因此 这个地狱的本质仍然是虚妄的 不是真实存在的 也并不是本来就存在的 在这个地狱六报的内容当中 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看到 所有的地狱景象 都是众生自己的恶因感召出来的恶果 通过六根的感知表现出来 所表现出的地狱 根据苦难程度的不同 从轻到重 有百八地狱 三十六地狱 十八地狱 八无间地狱 阿比地狱 各个地狱中的众生形象 地狱场景 痛苦类型 苦难程度 历史长短 都有差异 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 如果这个众生身处于地狱 能够通过自己六根 产生这么丰富多彩的见闻觉知 这种不是神通的大神通 其实不敢想象 哪怕有那么一个刹那 如果这个众生在地狱当中 哪怕只有一个刹那 突然回忆起冷言中的核心法意 回忆起耳根圆通法门 哪怕回忆起一句冷言神咒 或者回忆起所有者 一切都不过是本来真性的虚妄幻象 当下这个地狱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 当下就能自然回归到原始的本来法界 我们再来思考一个问题 在地狱六报当中我们可以发现 在每一个时的恶音 表现出来的影响力作用到六根的时候 六根竟然并没有遵循自己一贯的 各自为证的根本作用 而是在不同的时候 表现出了其他不同根本的作用 六根互用了 其实严格来说 这并不是真正的六根互用 因为地狱众生的所谓身体 并不是像我们这个肉体凡胎 只不过是所谓神识的幻变而已 属于梦中梦 幻中幻 所以这个六根不是普通的意义上的六根 这个六根是幻变出来的 所以六根作用的互相串联就能够理解了 反过来 恰恰说明了 包括时时刻刻都处于 无尽痛苦当中的地狱众生在内 任何六道中的众生 都是有可能在机缘成熟的情况下 开悟成就的 只不过是在苦乐艰巨的人道当中 机缘更加容易快速成熟 关键就是你是否能够当下承认 一切唯心造的根本法义 我是鱼雷 下一集佛陀会讲述 鬼道与畜生道的来源 下集再会 鱼雷作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